我覺得總統府 今天的這個說明 欲顯露出他的無知 愚昧跟笨拙 就叫欲概迷傷 你知道嗎 因為你不這樣提 人家還不曉得 原來你的用意是這樣 我認為 但是我不同意 大部分的對後果的解讀 因為很多人都講說 這個會增加美國 對台灣民進黨政府的信賴 或者是懷疑民進黨到底在幹什麼 我不認為這樣 我認為我倒是要先從 民進黨政府對兩岸政策的幕僚 這基本知識的欠缺 還有對如何處理兩岸關係 這個技巧上的掌握 真的是太差了 我跟你講AIT的新任處長 鼓勵人到總統府 在你的新總統的面前 講這個是好意 你連好意都不曉得 為什麼 因為老美的一中政策 是什麼 一中中華人民共和國 對方說這個有你 我這個說法我聽到了 我認知 但是我不知可否 聽懂我的意思的人 大概都認為你不在裡面 這個講法 全世界主要國家都認可的 這個也是符合不久以前 蔡英文講的說兩岸互不隸屬 跟你們現在強調的兩岸互不隸屬 美國的一中政策是符合的 真的是符合 你回去再看看是符合的 你就是民主進黨政府 就是對了一中兩個字 彎彎彎 那就當著那個 很嚴重的過敏症一樣 聽到一種 跪一聲鼓 起 起身 就長 真的各種皮膚症都來了 因為你這樣的話 顯得你的低點是非常沒有信心 老美用盡心思 替你想出一個最好的方法 就是當然全世界都知道 一個中國 一個中國不是你 是呢 現在關鍵在 他說你是他的一部分 那我拉美盡我最大的東西解釋說 我聽了 我知道了 我了解了 我acknowledge了 但是這一點我是不是同意 我沒有要講 這個對台灣目前的處境 是一個最好的一個解釋 你民進黨政府不懂 但是如果說到一中就是對你賣 怎麼對你賣 這個不是說一中是你 你開心都來不及 高興都來不及 你竟然愚蠢 愚昧 無知到這種程度 我說賴清德總統 你除了打攤以外 要調整一下 你兩岸政策的幕僚 他們不但沒有學問 起碼比你的老師 零手水差太多了 而且聯合報就是報導一個事實 就是說他有講這個 你沒講 然後他就分析 我很好奇的是說 蕭美琴到底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因為事實上AIT發布這個新聞稿 其實是給總統府是滿沒有面子 還滿難堪的 而且他們刻意的發出這個新聞稿 來強調這個一中政策 既是說給賴清德聽 就是說我有講 我有講 你為什麼你故意不提 說給老共聽 對 沒錯 就關鍵還是在說給老共聽 蕭美琴在幹嘛 這很大佬不以為然 不是 他說過老共聽說 不會 不會去讀 然後蔡英雲 賴清德沒有這樣 我們都講好了 你放心 還是安撫老共 其實這樣 對 就是說蕭美琴在做什麼 今天當總府 發言人 總府 公務事務室 發表了一個措辭這麼強硬的 來怒斥聯合報 民進黨跟聯合報翻臉 也不是第一次 可是在這個很敏感的 台美關係上面 這樣子去挑動 他既沒有說明他自己的 什麼樣的立場 反而是增添了大家的 各種各樣的想像 我覺得非常的不聰明 還有一個重點就在於是說 因為這個古力言 他到 他來見賴清德 他事實上其實是說了 很多的好話 他竟然講說 我那時候在看到 他過去在台灣待過 在IT待過的時候 他說我過去看到 這個賴清德的時候 我就說這個人未來 有可能當著台灣總統 這個多給賴清德面子 但是該說的政策還是要說 而且不只是AIT說 美國總統拜登 然後布林肯 國務卿 他也都一再的在公開的場合 強調一中政策 只是他這一次刻意的 總統府刻意的不提這一點 然後又再被媒體抓到就是說 過去不管是立英節也好 或者是才剛剛離職的 孫小嫻也好 再見蔡英文的時候 都沒有必要去提一中政策 就凸顯出美方在這件事情上面 在對賴清德的大陸政策上面 他感到的不安和不確定性 坦白說我先回應剛剛孟化 一個政黨 尤其是一個執政黨 一個大黨 懂不懂得檢討 我們就看看剛剛孟化那一段話 一個直轄市長 一個已經執政9年的執政黨 發生了一個這麼大的弊案 涉及50幾億的土地變更的弊案 被錄到收賄 然後而且檢聽到 然後居然說我們執政長的代表 在剛剛的發言裡面 開始去檢討在野黨 你不是也是一樣 你不是也是一樣 我覺得真的不是一個 很好的示範 坦白說昨天在下午在錄影前 很多大家我們在討論 已經預測說會被擠壓 為什麼 因為這個高院的第二次的裁定 已經幾乎他就差不多 開始自圍裁定差不多 因為他已經說 已經點名說 鄭文燦就是有串貢 甚至有逃亡的可能 甚至他有影響力 他只差沒有自圍裁定 因為如果高院要自圍裁定 他必須要自己開擠壓庭 他已經講得那麼清楚 高院的第一次裁定 他沒有講這麼清楚 他只說你地院裁定交保 沒有把話說清楚 可是他第二次 已經把理由講得很清楚 所以如果地院第三次 再沒有把他擠壓的話 這個就真的很難說的過去 所以昨天地方法院 就沒有在這個交保 就把他擠壓 坦白說我們看到現在正式人物 被擠壓了幾個正式人物裡面 周典潤 然後陳崇文 然後還有今天的鄭文燦 裡面所有人裡面 職務最高的是誰 是鄭文燦 涉及的案件最嚴重的是誰 是鄭文燦 金額最龐大的是誰 是鄭文燦 所以如果說你把陳崇文 已經擠壓超過一個月了 周典潤已經擠壓超過三個月了 對 接著交保 然後你說鄭文燦不准搜索 不准擠壓 請問一下 那你要檢察官如何辦下去呢 然後聽說傳出來說 法官還斥責檢察官說 你這整直是在摸索證據在辦案 你都不讓他搜索 那請問一下 他要怎麼樣去搜索證據呢 如果你說擠壓是侵犯人權 所以你要很審慎為之 請問一下那搜索 不就是辦案的基本的步驟嗎 為什麼不讓他搜索呢 是怕搜索 會搜索出更多其他的弊案嗎 這個案子是2017年 就監聽到的案子 2017年是鄭文燦的第一任 大家想想看 貪毒會只有搜一個案子嗎 會只有搜一個案子 搜一個案子以後會怕到 我後來都不敢收 不會的 是會實隨滋味 發現錢真好收 第二任以後 技巧更純熟了 權力更大了 更知道妹妹要怎麼處理 怎麼收 而且監聽是這樣 我以前在市府市長設的時候 我看過非常多政風報告 當你這個人一旦被掛線 被監聽 而且監聽到東西以後 你就會長期被掛線被監聽 所以鄭文燦在剪掉手裡的案子 一定不只一個 好啦 那為什麼今天 只挑這個案子辦 我認為民進黨政府 還是挑了一個 最輕的案子去辦的 挑了一個之後 最容易脫罪的案子 而且挑了一個 最容易跟民進黨 其他人切割的案子 因為這個案子很容易 到了中央以後 其他民進黨政府的人 只要說這個案子沒有成 我們內政部沒有給他成 跟其他人切割了 然後跟其他民進黨的政府的人 也切割了 沒有 鄭文燦收而已 然後鄭文燦退了 鄭文燦以後 在律師在辯護的時候 也很容易去辯護 沒有 這就錢 第二任我們還了 所以出手 賴清德用這個案子出手 辦證 但是沒有要查貪 我認為就是這個樣子 把鄭文燦整得一塌糊塗 可是你說他要訴貪 我認為就是一個樣板戲而已 覺得要壓還是要放 這個當然看鄭文燦的律師 跟檢調之間的交鋒 但是重點就是說 會不會逃亡 會不會串政 那我覺得雙方都沒有避死 讓對方避死的局際 因為都是模糊的 而且都是相對的 比如說我們說影響力 你真的要壓他 你說有影響力 你不壓他說沒有實質影響力 實質影響力的前面 都可以加各種不同形容詞的 所以沒有說我一定贏 他一定輸 那最後的這個決定的人 就法官 那法官的才勢的決定 最後就是有很大的行政空間 那現在就是鄭文燦 這個死不該活不該 他就是不應該在被決定被壓之前 他去跟這個以前的助理 去聯繫然後跟他講一些 跟最後他在法庭上會講的話 一致這是什麼 這個是串政的現行犯 這串政現行犯 你沒得逃 你是串政了 我們是在辯論你有沒有串政的可能性 你是串政給我們看 你還有得逃嗎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這個 他怕罪 最後就活該 創建這個死無童 而且我不懂 他這個跟他的助理LINE 也不過是幾天前的事情 就是為什麼第一次康告部提出來 你自己都想不到 你要把手機交給檢察官幹什麼 這是一個 鄭文燦這麼聰明的人 這麼聰明的人 他不知道他有寫的這些東西 他交給檢察官 我覺得這很奇怪 不過我再請教你一個問題 如果你我走到 鄭文燦目前的境地 他曉得我此去 一定是凶多吉少 會被壓 那你在那一瞬間 你的腦子裡頭 會不會有想要逃亡 或是想要有串政的 一面的閃過你的腦筋 我問你 你會不會 我不知道 因為我沒有 沒有犯過這個案子 但是我在想 但是你很難逃亡 你怎麼逃亡 不是 我告訴你 我會想到逃亡 我會想到想盡辦法串政 這是一個求生的 一個天生的本能 但是我會不會左手去做 不見得 我大概選擇不要做 因為是太難了 如果你做得不好 你做得不好更糟糕 那做得好 當然是很僥幸 不過這鄧文燦真的太奇怪了 就是說因為之前的時候 已經有人被傳訊了 甚至於有人被收押了 然後他 而且他也知道就是 他要被偵訊了 他為什麼都沒有事前 把手機的一些訊息給刪掉 還這麼大剌剌的 這兩個新聞是矛盾的 好怪對不對 老實 我跟你講 因為從這裡側面 去得到知信 是因為他的機要秘書 在前兩天 檢察官就默默的去搜索他 所以搜索他的時候 他就 檢察官就已經知道了 所以他一直在提抗告 就把這個理由把他抗告出來 你說第一次的時候 說拿著 他就可以這樣講了 還沒有 第一次還沒有 第一次地主領了420萬對不對 如果說沒罪 就是說他是送五百萬 對 領了420萬 他家裡不會有八十萬 就很莫名其妙 他不會有其他的地方弄到八十萬 而且也不搜索 我覺得那個 這個我覺得就是故意要重放 沒有 那個是沒有打開 那個袋子是沒有打開 那檢察官可以打 另外就是說講實話 像你們講的 這個案子其實是最小的 剛剛消息一出來說 被檢察官聲壓的時候 各種揣測 有人說是不是這個案子 有人說這個案子 沒有人猜到是這個案子 這案子實在太小了 跟其他的土地案 比還是算什麼案子 這個跟現在大家外食 中間 中午的時候 很多就office walker 多去買便當來 大概現在的價錢 大概在120到180之間 的內容差不多 也不是很好吃 這個不會比那個壞 不知道 當然看你怎麼吃 你曉得你看昨天新竹議會 開全國的議長聯席會議 也幫新竹的議長做生日 他們吃什麼 都是龍虎級的 龍虎蝦 龍虎的血魚還是斑 吃得太好了 我跟你講 八年來的民進黨主政 你蔡英文總統縱容社會風氣 去走向奢華對不對 講得很好 你真好吃 你講得很好 沒有 基本上就是說 我偶爾會吃好 但是不是每天不可能 就是說平常都吃得很簡單 那基本上就是說 這種大鍋飯 像老師講 不會太難吃 就像軍隊的大鍋飯 不會太難吃 但也不會太好吃 很難吃 很難吃 我跟你講 一般的家庭 這個家裡煮飯的 不管是老婆也好 老公也好 沒有煮得這麼難吃 煮得三菜一湯 四菜一湯 有沒有 我認為沒有 對 反正就是你看 未來兩個禮拜菜談 都給你找出來了 讓你看 到底是些什麼 那我認為他將來 過一整天出來 應該會壽才對 對他這點是好的 會壽 因為他現在應酬太多了 他覺得對他的健康好 好嗎 當然好 我不同意 你覺得不好 心理 我跟你講減了二十公斤 差不多 對身體 physical 是好的 但是mental 這個mental的壓力 把那個physical的好處 抵消掉了 那不管 現在管physical 現在管身體 瘦一點 血壓什麼 脂肪降一點也好了 他有病你知道嗎 他已經帶進去 三天的慢性病的藥 可能就是高血量這些東西 年紀輕輕的 為什麼搞到要每天吃藥 你就是我跟你講 人轉的全世界 賠上自己的生命 誰講的 耶穌 當然是權力鬥爭 就是說 因為從那個黃國昌委員 不是已經公佈出來了嗎 除了有這個吳釗燮 總統府秘書長的交辦之外 行政院秘書長 那時候卓榮泰 也是儘速交辦 就叫內政部去處理 所以說行政院秘書長卓榮泰 在處理這個事情 賴清德會不知道嗎 賴清德一定知道 然後這個案子 七年前 兩度癥結都沒有辦得成 上面一定是有人壓下來 那壓的人是誰 那當然是蔡英文 所以說在這個 在其實在去年 就選舉期間的時候 去年的時候就有相關證人 又再度被問了 我覺得那時候 之所以沒有冒出來 因為無論如何 這個事情如果冒出來的話 對賴清德的選情 當然是傷害 可是就算 就算這一次 不是賴清德主動的 主動的挑這個案子 叫檢方加快速度來辦 他也在檢方有動作之後 賴清德也就是順勢的 來去遂行他 就是鬥爭鄭文燦的事實 否則的話 怎麼會是在事發了之後 到目前為止 民進黨沒有一個人 幫鄭文燦講話 今天陳菊 陳菊跟鄭文燦的關係 非常的好 陳菊今天被問到的時候 他就說 我現在是監察院院長 我不便表示意見 然後他就說 期待勿網勿縱 我都覺得是一個 在民進黨這麼害怕 我覺得害怕賴清德 賴清德現在眼睛真的大大的 看你們這些人 事情已經到這個地步 你們誰還敢幫他講話 已經真的這麼大眼睛 關注的時候 陳菊畢竟是大姐 所以說他還講了一個 比較溫和一點的談話 然後民進黨的廉政委員會 那麼快 那麼快就開了會 做出了決定說 只要一收押 我就立刻 我就立刻就是停權三年 所以說什麼賴清德要速灘 賴清德想要借這個案子 得到這個速灘的這個美名 是不可能的 因為這只有鄭文燦 一個這麼小的案子 淑慧剛才講的我完全同意 這麼小的一個案子 那你甚至其他還有我們什麼東西 代查太多了 你自己賴清德的台南的這個問題 爐渣的這個問題 你為什麼一動都不動 什麼案子都不動 然後你就挑了鄭文燦下重手 所以他不可能賺到速灘的美名 這個就是赤裸裸的政治鬥爭 這個就是你不懂民進黨 就針對這一點我先告訴你 有一年我是民進黨裡頭 就是這些管黨紀的主任委員 那個時候國民黨有同樣的問題 民進黨有同樣的問題 那半夜我們聽到 國民黨要開刀了 要開刀斬自己的人 我們當夜開會 這個主席張俊雄就叫我們連夜 比他早一步 光是在連這個什麼時候開他都要比快 你知道嗎 所以他現在當然 我覺得有規矩的 就照規矩 有條文的照條文 你何必忽然之間 就說他慣坐太大了 所以可以比這個更嚴格 我覺得不必 但是剛剛乃津講的那些話 我幾乎都不同意 但是因為有時間 我不曉得假以時日要多久 eventual 最後乃津我認為 是我對你錯的可能性比較大 今天鄭文燦這個案子 是你說你怎麼看怎麼秀 這個叫做披 都有豆的味道 但是不是豆的本質 因為這個是要素灘 但是素灘就要拉近很多人進來 這個是後果 這個是副作用 我告訴你今天 不是只有綠的緊張 藍的也緊張 因為這個挖下去 很多人如果你想想你的人 你的親人 你的朋友 你剛才特別強調陳菊 你曉得陳菊也是不知可否 沒有講太多 我告訴你 陳菊的人 也在下一步 或下兩步 下三步 被挖到的可能性非常的大 所以每一個人都戰戰兢兢 我要怕死 你知道嗎 除非他的朋友 都像我一樣的事情 怎麼會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 賴清德你說特別挑一個小案 所以意思意思 我覺得這剛好相反 因為賴清德不動手 所以你一出手 小案然後抽起來 你就該死 賴清德他要考慮 我告訴你 你要出手 一定要轟轟烈烈做到底 你不做的話 你比原來更糟糕 所以這個鬥的味道 國民黨燃得都要強調 這是在鬥 這是在鬥 所以賴清德沒有什麼功勞 你憑什麼 你自己的故鄉 你自己的親人都沒有辦法處理 你哪有資格鬥 這種話都是不合邏輯的歪論 因為他在七年前就被監聽了 我們知道鄭文燦的風格 就是7-11 他絕對不會只處理這個案子 所以說一定有相關的 其他的案子也被聽到 所以說假設檢調是真的有心 要這樣子大辦特辦 當然還有很多可以延伸的 而且剛才大佬提到的就是說 藍營的也應該要瑟瑟發抖 的確是 就是說地方上面很多的民意代表 可能鄭文燦 他在桃園的名聲這麼好 也不是開玩笑的 然後當初為什麼柯建民 要把林志堅塞到桃園去選 因為他們兩個的利益 是掛在一起的 就是桃園 新竹 甚至於剛才大佬提到的 就是說陳菊方面 他們整個的新潮流的利益 盤根錯節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賴清德真的敢這樣大辦嗎 你大辦下去的時候 你的搞不好施痕遍野 你可能會傷到自己的傷筋動骨 特別是如果說他真的有決心 要這樣子辦的話 你現在說了卓榮泰 當任祕書長 你在當時你到底知不知情 到底整個的行政團隊涉入多深 你是行政院長啊 那我們為什麼不拿出個態度來呢 請教你一個問題 如果今天還是蔡英文繼續當總統 案子會發生嗎 不會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被敲出來的人 都是蔡英文喜歡的人 就所謂英系 那所以這又不是 這還不是政治鬥爭 英系是一個特點 英系第一點就出氣 就都倒向總統 就好像當年的貶系 第二點這個蔡英文 這個世人不明 變英系裡頭的人 像黃成國 像這些人 很多都是有黑道背景 所以這些就是說 為非坐在的可能性 要比其他的戲要來得多 那現在你說這個是鬥 兩個派系都帶鬥 這一派系輸了 所以這一派系起來了 把你們都幹掉 不是這樣 這是因為蔡英文還在的時候 把很多的案子壓下來了 其實也不只是蔡英文 我告訴你 行政體系 不只一個人可以壓 立法體系 你覺得柯建民能不能壓案子 壓 還有這個立法體系 可以不可以壓案子 司法體系 可以不可以壓案子 如果你的檢察長跟你講 如果你是檢察官 你有沒有道德勇氣說 長官你幹什麼 老實今天不幹了 你壓我 我明天馬上開記者會 今天晚上就開記者會 讓你死得無葬身之地 你會不會這樣做 你會不會 他會 我告訴你 我就是會 但是這個社會 像我這樣的人很少 每一個體系都會壓案 那現在就是最主要的 那個總統 他不壓了 他沒辦法壓了 所以這個案子就爆發了 現在你說耐性的你手 你的手 is off 這樣的話就證明說 你現在的手就在裡面 這個就很糟糕 但是我們全國人民的印象 是行政干預司法 其來有志 行之多年 因為當初小英壓著 現在小英走了 這個冒出來了 但是你真的 我要是賴清德 我會怎麼做 我會說不管以前誰錯誰的 有多大的錯 包括本人山 從現在起 中華民國的行政體系 立法體系 不得干預司法體系 你們所有的檢察官 以前所受的委屈 現在一天之間結束 你們該辦就辦 看看誰辦得壞 看看誰辦得好 就是這樣 我跟你講這個 其實他可以來講一次 坦白的話 給人們一個交代 要不然他怎麼幹 你們都還要懷疑他 難道素攤也不好嗎 不素攤也不好嗎 你教他怎麼做 重點是你素攤不能只做半套 他講說不太算素的 他在選前的時候說要到立法院來 有義務來報告 現在又不算了 你又把他扯進來了 可是因為臺南有太多的案子 你看包括邱麗這些選舉 匯選這些案件 我請教你 我還是強調一件事 這個案子目前所有的東西 幾乎都是間接證據 沒有直接證據 唯一的直接證據 就是串通的部分 我聽起來你很像鄭文燦的律師 我不是鄭文燦 我找你一句話 今天鄭文燦這個案子爆發 難道對國家不好嗎 好 但是還不夠好 因為我認為最重要的重點是 誰押了這七年 剛搜索沒搜索 同樣是選舉年 不是 林志廟被亂搜索 然後鄭文燦沒被搜索 光是這一點 就應該要撥亂反正 所有應該要辦案子 應該要從這個地方開始才對 沒有人說 沒有人說這個 鄭文燦這件事情素攤不好 我們只是在辨別說 這到底是他決心素攤的一個開始 為什麼辦這個案子 大家會一直覺得 是偵辦還是假辦 司法是不是辦真的 司法是不是公正 是因為這幾年來 司法的標準 會讓人民看不懂 譬如說週典論的案子 到底是什麼樣的情況 為什麼週典論 會被擠壓這麼久 好 不要講週典論 不要講這個陳松文 不要講鄭文燦好了 我只要講林秉書被擠壓八個月 林秉書他是會跟誰串共 可是他擠壓八個月 然後鄭文燦要把擠壓這麼困難 反反覆覆 要搜索這麼困難 然後林秉書裡面 甚至最後要查出來 可能有洗錢的問題 但是不查下去了 民進黨執政這八年 司法就是充滿了這些 莫名其妙匪夷所思 所以今天大家在討論鄭文燦 這件事情的時候 大家不只是在討論說 這是不是政治鬥爭 大家更懷疑的是 我們的司法是不是真的會 公平公正的去辦下去 是不是真的會去肅清立志 還有我們的司法 為什麼只辦這個案子 桃園是不是真的只有這個案子 你監聽了七年的東西 不只這個案子壓了七年 還有你監聽了七年 桃園只有這個案子嗎 這才是更大的問號 我們在說那一天傳出鄭文燦 被傳喚的時候 不管是媒體或者是我們 我們揣測了一個list的案子裡面 沒有這個案子 裡面有更多我們之前 包括郭哲銘的案子 包括浦興農場變更 農木用地變更為隱城的案子 這一些不管是說媒體 轉應戰 對 還有轉應戰 不管是媒體 或者是我們之前討論的 包括說我這個長期在公務機關 我覺得很不可思議的案子 結果這些都沒有偵辦 那這些案子為什麼不偵辦呢 長期監聽 然後都沒有監聽過什麼嗎 這麼多縣市首長 擔任過縣市首長 唯一被冠上一個叫正百億稱號的 空穴來風會必無音吧 正百億這個稱號 也不是這麼容易被冠上的 陳菊也當過八年的市長 為什麼也沒有人去把陳菊 蘇貞昌 這真的是純粹扣帽子嗎 也沒有人去把蘇貞昌 冠上什麼蘇百億 陳菊冠上陳百億 所以鄭文燦在桃園的形式風格 不管是在桃園的民意代表 或者是外溢到桃園以外的我們 其實真的都有聽過 建商傳出來的 企業傳出來的 民意代表傳出來的 敢收敢拿敢給 這些東西為什麼沒有辦 押了七年的東西 直到這個也沒有政黨輪替 總統輪替以後才辦 那這些當然會讓我們就懷疑說 這一次司法真的玩真的嗎 這個才是我們剛剛大家在討論的 他在希望玩真的 但是就是不知道 糟透了 糟透了 他一定說 我跟你講他們 他連他自己都不會認為 這是在鬥爭 他一定非常懊惱 這八年之間 他其實有一點糊塗 有一點昏庸 有一點愛錯的人 你看他看到鄭文燦 胖周瑜 胖是形容詞 真正是周瑜 我跟你講有沒有人讚美你是周瑜 沒有 讚美一個人是周瑜 拉不起 還有你看到這個胖周瑜的 準接班人林士堅 你有沒有看到他們同場的時候 蔡英文看到林士堅 沒開眼笑 青春的尾巴都回來了 你知道嗎 所以蔡英文一定 很懊惱 我跟你講他八年的工 就算有工期 有 一下子大打折扣 他在台灣政壇史上的歷史評價 起碼去掉一半了 這個海基會的這個問題 就是說蔡英文也並不是因為說 要把鄭文燦擺到那裡去 因為鄭文燦是個知中派 溫和派 對於你賴清德會有幫助 不是 起碼媒體披露的 我們看到的是因為 在內閣的人士的安排裡面 完全沒有鄭文燦的份 然後蔡英文就跟賴清德說 鄭文燦還是黨裡面 非常重要的一個人物 所以你還是要給他有所安排 那安排到哪裡去 安排到冒邪嗎 安排到這個更邊緣的地方嗎 所以到了這個海基會 然後賴清德本來就沒有意思 他還是要派一個什麼 海基會董事長 然後靠這個溫和派的海基會董事長 去改善兩岸關係 我覺得他根本不在意 他在意的 他只是用他喜歡的人 而鄭文燦千不該萬不該 就在於是說 他在海基會董事長 這麼一個冷牙門的位置 到現在來講當然是冷牙門 你賴清德的兩岸政策不改 你還是講這中華人民共和國 與中華民國互不隸屬 你換神仙也 神仙也改善不了 兩岸關係的 就是不可能的 那但是那個鄭文燦 坐了那個位子之後 還把他坐得虎虎身風 他跟往來於兩岸的 這些企業界的大佬 來往非常的密切 我之前已經講過了 這些團體到大陸去之前 會來見他 然後回來之後也會見他 然後他還跟他們講就是 如果說你們想要邀請這個對岸 什麼人來 有些哪些問題 可以這個處理的話 那他一定就是會盡全力幫忙 這些人都是金主 這些人都是有實力的人物 所以這個賴清德怎麼會 眼睜睜的看著他說 在這個地方繼續來做大 但是這個案子說這個案子 是為了拔掉他是海基會董事長 當然不是 就碰到了 剛好碰到了 對 就是剛好碰到了 之前有一個傳聞就是說 但我們不知道是不是 就是賴清德本來自己 是有海基會的董事長的人選 然後後來鄭文燦蘭虎 透過蔡英文去要這個人士 當然如果有這樣子的情勢的話 對於任何一個總統來說 這個叫做逆鈴 去拔了他的逆鈴 因為先不要說過去有沒有恩怨 先不要說賴清德是不是 好不容易等了四年 我終於輪到我當家做主了 你還再來侵犯我的人士權 即便沒有這一個好了 侵犯總統的人士權 侵犯人士權這件事情 對於任何一個leader來說 都是很討人厭的事 何況是四年前還有這一招 所以這已經是一個薪酬了 更不要說四年前有一個舊恨 這是薪酬舊恨 那你為什麼要去海基會董事長這個缺 我內閣團隊沒有你已經很清楚 我就是不想用你 那你還要特別要海基會這個位置 你要其他的國營事業或什麼的 也就算了 海基會這個位置 那就凸顯了 你還是要有兩岸的人脈經脈 那你還是虛途後路 這個就是想到明朝那個時候 廣基良對不對 高竹強 那你要幹嘛呢 廣基良高竹強你要幹嘛呢 造反 對 造反 徐途二零二八年 又或者是二零二六 所以我們就在開玩笑說 這一局裡面 是不是還可能有 蘇系的人馬在裡面 因為新北的這個民調裡面 目前鄭文燦是高過這個蘇巧會 高一點點 對 高一點點 所以最近今天就有一個 綠委就已經放出風向說 好可惜 鄭文燦無緣二零二六 是不是也要給賴清澤製造壓力說 二零二六沒有鄭文燦的話 新北拿不下來等等的 所以政治的揣測很多 但是鄭文燦千不該萬不該 沒有先低調一陣子 剛剛就像這個委員講的 這一次我們說 基隆的罷免案的導火線 是一個非常可笑 而且不正當的 起因就是謝市長要收回這個 基隆東岸停車場這個案子 基隆東岸停車場是試產 而且當時內的根本就是二房 他不是二房東 他是二 二房東轉租給他的 所以他跟基隆市政府之間 是沒有契約關係 也沒有合約關係的 所以照理說基隆市政府身為業主 他要收回這個停車場 他根本內的 是沒有權利去講什麼話的 有權利的也是大日 那今天大日跟基隆市政府 有訴訟 而且訴訟是輸了 好了 從頭根本跟內的沒有關係 但是內特就出來抨擊或甚至是誤導 很多視聽 然後後面再加上林宥昌跟一些 我認為是過去前朝的一些勢力 甚至是後面還有民進黨 假借一些公民團體 然後發動所謂的罷免 那上一次趙大哥還有我們一些 國民黨的一些到基隆去聲援的時候 其實在地有很多民眾到現場去基隆這個 謝國良的時候 他們其實表達的是一個不要亂了 因為其實林宥昌在基隆當了八年市長的時候 國民黨的不管是民意代表 或者是國民黨的支持者 對於林宥昌執政八年 其實也是支持也是期待的 因為地方民眾的訴求是很簡單的 我們希望城市一直在進步 一直在發展 不管是哪一個政黨 那為什麼輪到政黨輪替了以後 才做一年半而已 民進黨就要來翻桌呢 我覺得似可而止吧 從當初這個罷函 開了這個罷免的惡例之後 罷免現在已經變成台灣的 民主進程裡面的一個巨大的逆流 所以說真的很可惜 因為在這種民粹高漲的 和民進黨的操作運作之下 國民黨後來就不再提提高罷免門檻 因為是說不清楚了 這個變成是一個說不清楚 本來提高罷免門檻是一個合理的 因為我們現在罷免 是作為一種政治報復 政治泄恨的一個手段 他跟你要去終止那些 不適任官員的任期的這個 當初設立罷免的這個初衷 完全背道而馳 那現在也不過是通過一個就是 我要拿出這個身分證來 有這麼困難嗎 我今天好不容易選上了 當選了 特別是在我們是屬於相對多數的情形之下 你只要很少的票 你就可以當選了 可是罷免你卻是更少的票 我覺得這哪有 這樣子的在這個民意上面 它是完全是一種不對稱 而且是一個不合理的設計 我今天對何議員很友好 這個最後的機會 我要問你幾個問題 因為剛剛乃津講的 說是為了報復 為了洩憤 不是這樣 我告訴你 你們的心中打的盤算 就是今年下半年或是明年初 你們要罷免好幾個 對不對 要罷免到能夠扭轉 你沒有這麼容易可以罷免 這容易兩回事 你們就是心中在想 那個東西 那我問你罷免 罷免謝國楊是一個人 罷免這個委員 是好幾個人 謝國楊是跟他的市政有關係 你們這個就是說 你們國會奪權 這些你們要罷免的人 是他得的票比較少 這個仇恨值比較高 容易罷免 他們對國會奪權的貢獻度 有比較高嗎 沒有 真的是民進黨在這一方面 這個是最可笑的